北京时间5月12日凌晨,英超第33轮补赛开打,狼队VS曼城,上半场,德布劳内帽子戏法,登东克尔进球,下半场,德布劳内完成大四席,斯特林建功,最终,曼城5比1战胜狼队。 在已经结束的补赛中,利物浦2比1击败阿斯特梅拉,击分追平了曼城,不过已经胜球的劣势,继续位居第二,曼城要想确保优势,自然拿三分是理想选择,第六分钟,德布劳内首开记录,第十分钟,登东克尔颁平底分,第十五分钟,德布劳内再下一城,第二十四分钟,德布劳内打进第三球,第六十分钟,德布劳内打进第三球,第六十分钟,德布劳内打进第三球。 德布劳内打进第四球,第八十四分钟,斯特林建功,之后,两支球队没有再次取得进球,最终,曼城5比1击败狼队,顺利拿到三分,我们来看英超及时击分榜,曼城89分,利物浦86分,曼城最后两轮的对手,史西汉姆莲跟阿斯顿维拉,利物浦的对手则是南安普顿跟狼队,而在此之前,利物浦还得与切尔西T一场足总监的决赛。 德布劳内,英超生涯首次完成帽子戏法,大四席,也是曼城队史第十四位戴帽的球员。 二十四分钟,也是英超第三块帽子戏法,作为世界顶级中场,德布劳内无论是在国家队,还是俱乐部当中,都欠缺大赛的奖杯。 本赛季,曼城又在欧冠半决赛中折几尘沙。不知道,下赛季随着哈兰德的到来,德布劳内能不能在俱乐部当中取得新的突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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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